来到茶博会除了品尝各家好茶之外 展区中的茶讯六角身心体验区 更是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体验 来到这里不仅可以喝到好茶 同时也可以体验茶叶SPA的全新感受 让尝试过的游客都赞不绝口 民间乡市南投茶叶重镇 送你茶叶文化协会多年来承办 世界茶博会茶讯六角活动 每天都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体验 茶叶正脸 敷脸的全新感受 协会常古监视 陈向威表示 茶寻六角使用的是 民间乡生产的条形试剂春茶 先进行茶叶检视 再分别放置较细的茶叶在杯中 较粗的茶叶放置大碗宫中 以百度开水分别重爆 再进行正脸动作 体验茶香不比 轮敷的享受 然后由协会人员协助 像茶叶面膜以及敷脸 感受平时无法体验的茶叶十八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今年特别特别将 茶叶六角的用品 都把它摆设在一个盘子里面 那事先我们的协会姐妹有将她整个都包装过 让客人放心的更舒适的体验的环境 我们体验的过程今年多加了一个触摸茶叹的动作 我们希望可以让都市的游客知道茶叹的样子 因为我们在长场的话 看到都是现成的茶叶 都是已经制作完成的茶叶 那茶叹的方面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去献摘一型二业的茶叶 让客人知道一型二业的茶叶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先让她触摸茶勤的动作 再来的话就是检茶汁 体验农民检茶汁的辛苦 然后的话再用我们松柏林四季村的茶召茶所来训练 训练让客人的话可以有更抒压的感觉 最后的话再用茶汤帮客人敷脸 然后用茶叶敷在眼睛上面 少做休息 可以更放松 可以更放松 最后的话再喝茶汤 享受茶汤 可以来趟森兴林放松之旅 亲自体验过的游客分分表示 难得有机会可以体验茶叶十八 尤其是整个过程中都有专人指导 除了让森兴林放松味 也更加了解 茶叶花的历史与用途相当有趣 今天来到兰头的茶叶博览会 非常的高兴因为所有的体验都非常的精彩 首先我们是拿茶叶来泡冲泡然后来敷脸 第一个就是它的香气非常的芬芳 然后蒸脸的感受也非常的舒服 然后接下来敷脸就让我觉得说整个精神都放松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眼睛的敷脸 让我觉得我好像眼睛都亮了 然后最后又品尝我们四季茶非常的芬芳 好喝 然后我们整个活动也非常的顺利跟圆满 让我觉得不需此行 我正想我还会一来再来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跟有意义 查询六角由民间相融会研发 秀领茶叶文化协会来成本 世界茶博会查询六角活动 协会表示 查询六角让游客在体验过程中 以视觉 听觉 触觉 味觉 嗅觉 意觉 去感受享受 感受茶叶的变化 听着美料音乐 放松体验 茶叶十八 品味茶汤的好美味 其会表示 还没有体验查询六角的民众 请把握机会前台展区 体验查询六角的全新感受 接着下期中心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